直系首领曹昆当上总统后 直系势里县内部纷争 借此机会 张作霖大举派兵入关 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直系的吴佩孚 曾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 击败张作霖 那么他能否再次发威 而直系的内部纷争 又会如何影响战争的结局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三十八集 直奉再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 在民国十二年 也就是1923年五月 发生了一件让曹昆大感头疼的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直鲁玉巡岳副使王成斌 陆军简岳使冯玉祥 和苏婉干巡岳使齐谢元 先后向曹昆提出辞职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三个人在直系内部结成了一个反无三角同盟 而北洋派的辞职大多是另有所图 他们辞职世家要求是真 三角同盟辞职 明明摆着就是要给曹昆施加压力 让他约束吴佩服 对此吴佩佩也心知肚明 他这人软硬不吃 还来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也向曹昆提出辞职 这就相当于向曹昆摊了牌 面对手下几员大将纷纷辞职 急得曹昆是搓手跺脚 并且气急败坏地说 好 要不干咱们大家都不干 以上情况说明 直系内部已经矛盾重重 不带外力进攻 自身已成分崩离析之势 北京的困局 让凤天似乎看到了希望 凤系的张作霖 自从战败退回东北以后 一直耿耿于怀 木马利兵 试图寻机复仇并东山再起 他总结上次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于军队素质不高 平时训练抓得不紧 进攻时互不配合 关键时刻一物战机 所以他开始整军精武 图谋再战 张作霖此番确实下了真功夫 他深明军技 复分了在战场上指挥失误 缺乏斗志的一批军官 成立了陆军管理处 自监统领 亲自统辖部队整编和人事部署 及升迁 还建立了陆军东北讲武堂 自监堂长 他儿子张学良任总部 父子二人上阵主持 对军官的教育训练 经过两年整训 使缝隙成为拥有27个步兵旅 五个骑兵旅 两个炮兵旅 和一个重炮团 弓兵及资重 军附属在各部队 另外还建立了空军和海军 总兵力达到25万人 整编之后的缝隙 已由原本的绿林武装 转变的初步有了正规军的模样 张作霖在整军金武的同时 还在积极联络 惋惜的段祺瑞和南方的国民党人 以图建立巩固的反制三角同盟 段祺瑞自下台语句 天津以来不甘寂寞 时刻寻击东山再起 但他手下可一平的 只有浙江都军卢永祥 和少数地方武装 势单力孤 此时张作霖一拉 段祺瑞便给予积极回应 9月3日 江苏都军齐谢园 与浙江都军卢永祥 为争夺上海而兵戎相见 他们一个是直系大军阀 一个是晚系大军阀 分别控制着江苏与浙江 当年上海属江苏地面 但被浙江都军卢永祥控制着 对此江苏都军齐谢园 一直是耿耿于怀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务 税收在全国首屈一指 为了夺得上海 齐谢园向曹坤献策说 占据上海 既增加了直系威望 在经济上也有重大收获 而且还将晚系的一个据点端了下来 消除了对直系的威胁 可谓衣食树鸟 曹坤原本曾经同意 吴佩服的连晚计划 但晚系的断气对卢永祥 反映冷淡 曹坤为此很生气 如今听齐谢园说 有这么多好处 而且不需要他另外派兵 齐谢园自己就可以收拾卢永祥 便默认了齐谢园的邀请 于是战火便在江南燃了起来 史称江浙战争 我们前面讲到 张作霖在整军金武的同时 还在联络晚系 而在晚系中 只有浙江都军卢永祥 还算是一个实力派人物 自然也就成为张作霖 联络晚系时的重点 张作霖一方面通过断气对 与卢永祥密切接触 另一方面还派出特使 江登选赴杭州商讨 双方的合作事宜 卢永祥处于直系势力的 重重包围之中 正急于寻找盟友 以图自存 双方是一拍即合 于是张作霖与卢永祥 共同议定了 在政治上互相呼应 在军事上做到攻守同盟 是与曹吾势不两立的 合作方针 如今齐谢元大举出兵 意图消灭卢永祥势力 张作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九月十五日 张作霖兵分六路 直出山海关朝阳 并用电报的形式 置书曹坤 书中说 日内将派员乘飞机 赴荆棘后起聚 使者一介武父举止如莽 稍有钦犯请述汤突 把那些场面上的辞令去掉 这封信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派武装人员进京 捉你去了 所以我们说呢 这封信实际上是一封战术 奉系首领张作霖莫马力兵 备战两年后 再次入关交战 来势汹汹 直系大将吴佩孚 也再次被曹坤启用 对付张作霖 然而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 吴佩孚骄横专权 得罪了不少直系将领 那么 这些人还是否会听从 吴佩孚的调遣 他们在战争中又会有怎样的举动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三十八集 直奉再战 接到张作霖的战书以后 曹坤六神无主 心怀大乱 直系要打仗 还要靠吴佩孚 曹坤十万火急的 殿招吴佩孚 进京主持与奉军作战 十七日 吴佩孚由洛阳到达北京 直系大将冯玉祥 王怀庆和全体阁员 及京城高级文武官员 都到车站迎接 从车站到工府 沿途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 这是曹坤主政以后 吴佩孚首次进京 也是他平生受到的 最隆重的一次欢迎仪式 吴佩孚的到来 让曹坤感到胆壮了不少 他当天即下达了 针对张作霖的讨逆令 痛斥张作霖野心未继 赋成东南多士之秋 为扰乱中原之计 此时直奉双方的军队 在热河山海关等地 已经交上了火 曹坤颁布的这个讨逆令 标志着直奉两军又一次开战 史称第二次直奉战争 当晚曹坤在总统府大白酒宴 为吴佩孚接风洗尘 全体阁员及京城军警长官作陪 久幸方寒之际 曹坤起身走到吴佩孚桌前 满脸诚恳地握着吴佩孚的手说 老弟 我已经老了 辛苦你设行陆海军大元帅的职权 一切便宜行事 吴佩孚从大总统手中领到了 一切便宜行事的上方宝剑 立刻开始以全国兵马大元帅的模样 行事 十八日晚十时 吴佩孚在中南海四兆堂 主持召开讨逆军总司令部军事会议 吴佩孚首先宣读了曹坤以总统名义下达的讨逆令 然后宣布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 王成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 彭寿申为第一军总司令 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 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 其中第一军是吴佩孚的嫡系 共三个师人数约十二万 部署在东县 用以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县的凤军张学良部 第二军有一师二旅 部署在中县 抵聚凤军离景林部 第三军有一师三旅 由古北口出承德赤丰 对付凤军武军升部 十八日 也就是吴佩孚在中南海四兆堂调兵遣将的当天 凤军已开始向山海关正面的执军进攻 执军第三路的战斗任务 是由古北口西冯口向平权出发 汇合第二路进攻凤军侧翼 这一路行军比较迟缓 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吴佩孚在中南海调兵遣将五天之后 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才离开北京 走到怀柔又停了下来 说是运输不便 让士兵们一边修路 一面缓缓前行 此时热河的形势已十分吃紧 吴佩孚打电报 催促冯玉祥不迅速开赴前线 并派副总司令王成斌前往成德指挥二三两路大军联合作战 可是急经风御兆曼郎中 吴佩孚着急冯玉祥并不急 一直到十月五日 副总司令王成斌才在成德见到了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 两个人坐在密室里研究了许久 但所研究者却不是奉吴大帅之命对奉军作战 而是另外的一些事情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山海关方面的战事 自九月二十八日起 转趋激烈 执军虽然居高临下 但奉军的精锐部队前夫后继奋勇养功 双方军死伤惨重 战至十月七日 执军在奉军猛烈如潮的进攻面前气力不支 被迫放弃九门口 在北京的吴佩孚文训新交不已 急调张夫来的后援部队迅速开赴山海关前线 自己也于十一日由北京出发 当天抵达兰州 次日即前往山海关 巡视阵地 吴佩孚亲临前线 使执军前方形势得以稳定下来 十九日 吴佩孚亲自指挥其精锐的第三师 奋力夺回九门口 执军士气转胜 前线形势为之改观 然而也就是在十九日这一天 执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 却命令他的部队后队改前队 全速回师北京 在第二次执冯战争的关键时刻 身为直系将领的冯玉祥 做出了一些异常举动 那么冯玉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他悄悄脱离战场 回师北京 目的又是什么 他的这些举动 又给曹昆和吴佩孚 带来怎样的灭临之灾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 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洋乱局第三十八集 直奉再战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 这位执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 冯玉祥清光绪八年 也就是1882年 生于直立清县 十五岁开始在怀军当兵 二十岁的时候改投袁世凯的五位军 后逐步升迁 于民国十年升任陕西都军 在北洋军中从属直系 民国十一年 直奉战争爆发 吴佩孚集电冯玉祥率部赴河南 冯玉祥在河南作战有功 被曹昆任命为河南都军 曹昆的这项任命 事先没有与吴佩孚商量 引起吴佩孚的不满 吴佩孚便将河南都军公署科长 以上辽署全部派定 使冯玉祥成了光杆都军 曹昆生怕两个人发生内讧 只得将冯玉祥调离河南 民国十二年 就是1923年 吴佩孚在洛阳过五十大寿 各路官员争相送礼 而冯玉祥却送了一瓶白开水 美其名曰 君子之交淡如水 弄得吴佩孚哭笑不得 两个人的关系更为恶化 冯玉祥至军严谨 所部纪律言明能打硬仗 军事实力在直系内部 仅次于吴佩孚 冯玉祥与吴佩孚不合 张作霖早有耳闻 此番作战之前 张作霖拿出一百万元 由断旗坠转交给冯玉祥 所部充当军费 冯玉祥自然知道张作霖的用意 他正想借机扳倒吴佩孚 张作霖冯玉祥两个人心有灵犀 经觅食往来 双方达成默契 就是奉军不进山海关 冯部在热河按兵不动 让奉军可以抽出兵力 加强山海关战场的攻势 吴佩孚对冯玉祥始终不放心 在中南海四兆堂调兵遣将的时候 他派亲信张福来留守后方 就包含着防范京城出乱子的用意 但后来前方战事吃紧 他不得已把张福来所部调到了前方 为了防范万一 他又命令两湖巡月使逍遥南 派第二十五师开入河南 此时逍遥南可能也秀出了点什么 便以第二十五师必须对付南方为由 拒绝接受吴佩孚的命令 此时吴佩孚一门心思放在前方战事 也就无心再去防范冯玉祥可能的异动 当然说到底他还是小瞧了冯玉祥 认为冯玉祥无论如何也是直系军官 不会有什么谋反异动 山海关方面战火震撼的时候 奉军与冯玉祥所部在任何方面有一个互动 十月九日奉军占领赤锋 十五日冯玉祥部又从奉军手中将赤锋夺了回来 冯玉祥的暴节电报传到吴佩孚手中 吴佩孚大感欣慰 但张作霖却看到了另外的苗头 因为奉军是主动撤出了赤锋 赤锋之战是假打而不是真的 还在奉军刚刚占领赤锋的时候 张作霖及致殿晚戏大将卢永祥说 比方内部将有反戈之举 奉军主动撤离而冯玉祥谎暴战攻 更印证了张作霖的判断 张作霖的嗅觉的确很准 第二次直奉战争刚发动不久 冯玉祥就与王称斌 胡锦义 孙悦等将领商定了 假以两套计划 假计划是吴佩孚如果在山海关 打了胜仗肯定会乘胜追击 攻取奉天 冯玉祥等人就将自己的军队 集中在山海关一线 不让吴佩孚所部回到关内来 同时压迫曹昆任命吴佩孚为 东三省循岳使 这是排吴而不倒曹的计划 以计划是吴佩孚如果在山海关打了败仗 他们就回师北京发动政变 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 为了扳倒吴佩孚 冯玉祥还主动与南方的国民党取得联系 孙中山托人将一份手写的建国大纲 送给冯玉祥 冯玉祥独后备受鼓舞 与冯玉祥共同举事的 还有胡锦义孙岳两位将领 胡锦义是老同盟会会员 民国十一年 冯玉祥任陕西都军的时候 胡锦义任陕军第一师师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 胡锦义率部在河南援助直系立有战功 但吴佩孚视他为土匪有功不上 还经常拖欠他的军项 这使得胡锦义对吴佩孚是颇为不满 此后吴佩孚又调胡锦义部进攻广东 胡锦义曾经是同盟会会员倾向革命 不愿意与南方的国民党人作战 部队接到命令以后迟迟不动身 引起吴佩孚的震怒 两人关系十分紧张 此番第二次直奉作战 吴佩孚命令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兵古为口 胡锦义做援军侧营前方 吴佩孚还私下对胡锦义说 如果冯玉祥有异动可就近解决 但当胡锦义要求后勤补给的时候 却遭到了曹坤的亲信军须副总监李燕青的算计 使胡锦义对曹吴心怀憎恨 那李燕青为什么要算计胡锦义呢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胡锦义接到吴佩孚的命令准备率部开拔 行前去找军须副总监李燕青领军饷 李燕青说你先把收条开下 我随后给你送去 胡锦义见李燕青答应的挺痛快 不宜有他便开好了收条签来名 交给李燕青 等了几天不见军饷送到 就又跑到军西处去催问 李燕青见面以后就问道 何氏楼胡司令大家 胡锦义一听觉得这个人真魂 便直说是为军饷之事 李燕青故作认真的说 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查看查看 不一会儿李燕青出来 一本正经的说 胡司令开玩笑啊 战事紧迫军饷 攻应紧张 你还想领双份啊 你的军饷已领去了 这不是你开的收条吗 胡锦义大怒 与李燕青争吵起来 此事惊动了曹坤 曹坤与李燕青的关系 可非必寻常 李燕青入伍前 曾经在长春的一个澡堂里 做戳澡工 清宣统二年时任清军第三镇统治的曹坤 来澡堂洗澡 李燕青为他戳背 曹坤大感舒服痛快 便将他调到了身边 当差搓澡 在此后的岁月里 曹坤走到哪里 都要带上李燕青 李燕青也由搓澡工 而步步高升 如今胡锦义 与李燕青闹纠纷 让曹坤来判案 结果可想而知 果然曹坤问过事情来由 便说胡锦义不对 曹坤说 他没给你钱 你怎么开收条给他 胡锦义欲辩无言 寒奋而去 胡锦义本来不满于吴佩孚 如今又被李燕青算计 曹坤还帮着李燕青说话 这让胡锦义大为愤恨 冯玉祥趁机与胡锦义商讨 反革计划 两人是一拍即合 孙悦与胡锦义的情况有些类似 也曾经是老同盟会会员 清末在曹坤的第三镇 当下层军官 辛亥革命期间 因为参加蓝州起义被迫辞职 当时曹坤有袒护之心 便收起为养子 使他逃过了袁世凯的捕杀 孙悦此后就对曹坤忠心不二 那么像孙悦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与冯玉祥一道反叛曹坤呢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收看 再见 直系和奉系军阀在此发生大战 战争进行中 直系前方主将冯玉祥突然脱离战场 回师直逼北京 冯玉祥究竟要干什么 而当上总统仅仅一年后 曹坤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曹坤倒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